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慢慢解释给他们听 其实我们发展到这样 港英政府没怎样做过什么 我们发展到这样 完全就是好运 好运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 我们香港由轻工业慢慢转型为服务业 这个转型刚刚吃正我们背后有个廉价劳动力不停供应 我们可以透过香港接单 在大陆生产 吃正这条水 其实我们发展得这么好 由轻工业转型做现代服务业 完全归根究底 都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 我们吃正这条水 你说美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做过什么 近期一个名为黑超哥的网友出现在海外社交平台Facebook上 这位戴着墨镜的小哥故意十足 同时又讲得头头是道 自录视频喊话香港街头的暴力示威者 多点思考和分析 不要成为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 黑超哥许先生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关于开设这个账号的原因 要从自己8月参加了一场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前的抗议活动讲解 自6月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暴力游行示威活动 透过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 港独头目多次和外国势力会面共同扰乱香港 许先生对此深感愤慨 因此8月3号那天 他和一般志同道合的香港市民 来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前 抗议外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 香港人士 香港人会 幕后黑手天理不用 幕后黑手天理不用 你要搞搞自己的国家 不要来搞中国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香港三十多年 不想香港变成这样 我们认为香港人的事应该香港人自己管 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干预 中华民族那么难得才可以实现伟大复兴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家 那么难得才可以有今时今日这样的情况 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小小的事 而受到现在这样的破坏 现在这样的社会分裂 当天 这位戴着墨镜 言辞义愤填膺的小哥 给不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当许先生把视频片段上传到社交平台后 却遭到了一些质疑 有人怀疑他是收钱出来做事 就是我在澳洲的朋友 说我收了钱 接着我就说 嘩 这套戏很不顺 大家认识了这么多年 我不是说很有钱 但是未至于要为这一千多百 走出来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就拍一条片去解释 究竟整个原因 以及叫他们 你不要亂讲香港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要批评这件事 你回来看看 回来生活一下 如果真的影响不到你 你才再批评 我觉得很不公平 不fair 所以我第二条片又拍了出去 又有些反应 8月16日就开了 所有的Facebook page 后来许先生又陆陆续续传了多条片 主题都是号召年轻人正确认识内地 不要被外国势力利用 不曾想 这个本来就是自己碎碎念的账号 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开设两周就增加了上千个粉丝 有些人说我网红 其实真是受之有愧 有一个支持者 他画了我的样子 这个我又觉得很温的 原来真的有些人 会喜欢听你说话 然后有些人 他知道他朋友认识我 他就叫他朋友打给我 一打来 就一卵嘴 啊 赵哥很喜欢你 很开心 跟你聊天 你会觉得 好像真的 原来你所做的事 是有人认同的 就是你所说的说法 是有人是 就是同你的想法一样 那就是一种鼓励 其实 受到这些鼓励之余 黑超哥也受到了一些 反对者的恐吓和辱骂 说他博出镜博上位 黑超哥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说那些公积的言论没有逻辑 也没有讨论的价值 而自己只是说出心中想说的话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 自己就会一直讲下去 徐先生出生在80年代的香港新界 大学时赴澳大利亚读书 回国后曾在保险和地产公司工作 现在经营着一间印刷公司 他的留学时光正至21世纪初期 中国发生了很多件大事 身居海外 他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而最难忘的 莫顾于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 那时候我是在做一间餐馆 在西澳洲 那天我就跟士头婆说 2008年之内去做 不如我们搞个奥运之夜 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中国扮奥运 那年感触是很好 还有坐爆了个场 电视机在播中国国歌 那时候我们全场一起起身一起唱 那一刻就真的很熱血沸腾 刚回国的那几年因为工作 徐先生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内地 他认为 香港青年人因为教育的偏差 对内地存在着很多误解 他说 现在内地很多城市都发展得很好 希望年轻人多去内地走走看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都应该要回内地感受一下 住三五个月或者做一些交流生 大学交流团就最好 就是可能有些交流团 在中大 港大 走去北京大学 读一个季度 然后回来 这类型的交流我觉得是有需要 不要让他们读死书 因为本书第一 讲的是否事实不知道他们 第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如果你想了解内地 你应该回内地生活一下 自己感受一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